前期节课呢,我们实现了选项卡和内容的联动效果 这节课呢,我们要去实现我们去点击选项卡 或者去切换我们内容的时候 去加载正确分类的数据 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去点击前端开发 或者是点击后端开发的时候 我们当前标签页下面呢 是我们对应分类的一个数据 而不是所有的数据 我们去点击后端开发的时候 我们每一条下面这里有一个标签嘛 所有的标签应该都是后端开发 点击前端开发的时候呢 我们的标签呢,全是前端开发 是没有其他数据的 我们要去把我们的分类做出来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实现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我们去点击comptance下面的list 然后list will 如果说我们要去实现一个标签分类的话 那么首先我们应该要去把我们的分类拿到 那么现在我们能够拿到我们的标签吗 我们来看一下最上面sweeper的组件 sweeper组件呢,会给我们返回一个change事件 当我们对sweeper进行更改的时候 会出发change事件 我们在change事件里面去打一个日志 把create拿到 我们去打印一下 change就是当前我们去切换sweeper的时候 会拿到当前sweeper的一个下标 我们去打印一下我们的下标 清空一下控制台 然后我们去切换 这样呢,我们就能拿到正确的一个下标值 拿到下标值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怎么去获取我们的分类呢 分类是从哪里来的 分类是从index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getlabel label呢,会获取我们所有的分类信息 分类信息呢,最后把它再传给我们的一个组件里面 在组件里面,table里面有一个tablelist 我们去传给了table的一个list的一个属性 list的组件呢,我们接收了一个table的属性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list里面去获取到table呢 获取到table之后 这是我们所有的分类信息 那么我们去通过下标的方式 点击第几项 去获取table里面的某一项 我们这样去写 我们在称值里面呢 去打印一下 这次的table 然后我们去获取它create create就是当前第几项 这样写是不是就能获取到我们具体去切换的某一项呢 我们来看一下 轻控一下控制谈 现在我们点击后端开发 那么我们拿到的是不是就是后端开发 我们去点击前端开发 那么我们拿到的是不是就是前端开发 拿到之后我们只需要在后面的点name 获取对应的一个分类信息 我们去点击前端开发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拿到对应的一个分类信息 然后我们同样的去切换我们的内容 我们也可以拿到我们对应的一个分类信息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进行接下来的事情了 拿到我们的内蒙值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的内蒙值去传递给我们的云函数 然后再去我们的云函数里 我们找到clode functions里面 把get list 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去接收一下分类 我们然后通过分类 去筛选数据 是不是就可以能够达到我们的一个目的呢 我们先把我们的内蒙值呢 去传递给我们的get list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去写一个name 同样呢 我们去把内蒙值传递给我们的云函数 传递过来之后呢 我们要去调用get list 现在get list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create里面调用了一次 这是我们初始化的时候去调用的 我们这里也应该去给他传一个 我们第一项是什么 第一项是后端开发 我们就给他传一个后端开发 然后再去进行对我们的sweep切换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也去调用一下 把我们获取到的内蒙值 去传递给get list 这样的话 我们每次去切换sweep的时候 都会去触发一个get list 然后get list呢 把内蒙传递给我们的云函数 然后我们来到云函数里面 云函数的event呢 会去接收到这一个参数 我们去获取一下 name值等于个event 我们注意啊 这种写法其实跟 我们的name等于event.name 我们这两种写法是一样的 我们可能会接收其他的参数 所以呢 我们使用上面这种写法 下面呢 我们就不需要了 我们给他删掉 然后我们回过头 回到我们的list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都能够拿到什么数据 在get list里面呢 我们先去给他打印一个data 我们这里写一个请求数据 码号 回到我们的chrome里面 我们去刷新一下event 我们去切换我们的内容 切换之后 你可以看到 我们请求了18条数据 对吧 然后我们再去进行切换呢 我们同样可以请求到18条数据 我们这数据 是我们当前所有的数据 那么我们要去做分类 分类怎么去做呢 回到我们的云函数里面 这次我们去筛选数据的时候 我们不去进行数据库查询 我们不用这种方式了 我们去换一种方式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使用一个叫聚合的操作 聚合是什么意思呢 聚合就是我们可以更精细化的 去处理我们的数据 比如说我要对返回的数据 进行一个求和 或者呢 去进行一个分组 指定返回哪些字段 像这些内容 我们普通的数据查询 它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所以我们需要去进行一个聚合的操作 那么我们的聚合应该怎么去用呢 第一步呢 我们先去声明 list等于at db.collection 同样第一步 我们要去获取我们的数据表 获取数据表之后呢 这里我们点 我们选择第二个 可以看到提示里面呢 这里会给我们一个 获取数据库集合的聚合操作实例 我们先要去获取 集合操作的实例 才能够正常的去使用我们的聚合 实例获取完之后呢 我们要去筛选字段 筛选谁呢 筛选我们的内容值 我们先去看一下我们的数据 在clode functions上面右键 右键呢 我们打开web控制台 然后看到我们的服务空间之后 我们点击详情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云数据库 云数据库里面呢 有个article的一个文章的数据表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classify的字段 这就是我们的分类信息 然后我们要去把这个字段 给它筛选出来 那怎么去做呢 这里我们需要用一个match match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呢 根据条件过列文档 并且把符合条件的文档 传选给下一个流水线阶段 我们给它写上来 我们要去筛选哪个字段呢 我们去筛选classify 然后呢 我们去给它 把我们的内容值给它去传进来 当我们的分类 是我们传进了的这个内容值的时候 我们就去直返回 这个条件成立的数据 然后把获取到的数据呢 传递给我们下一个流水线 那么下一个流水线是什么呢 我们写一个project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代码提示啊 project是做什么的呢 把指定的字段传递给下一个流水线 指定的字段呢 可以是某个已经存在的字段 也可以是计算出来的新字段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去指定某些字段 去返回到我们的数据中 或者某些字段 不去返回到我们的数据中 那么它的作用呢 跟我们这里的一个field 是很接近的 所以我们需要把content去给它筛选掉 我们不让它去返回 这里呢传一个0 或者我们传一个force 都是可以的 0跟force呢 表示不去传递 我们用0 然后格式化一下代码 最后 然后我们使用一个end end什么意思呢 标志聚合操作定义完成 发起实际聚合操作 那么就end end完了之后 下面我们不需要去改 我们去运行一下 看一下我们返回的数据对不对 这里内幕呢 我们给它写一个前端开发 我们只需要去返回前端开发相关的数据 然后在我们的云函数上面 点击右键 上传便运行 然后清空一下我们的控制台 等待我们的运行完成 看我们返回的信息对不对 运行成功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返回的信息 把它拷贝一下 我们在这里呢 新建一个json的文件 起名叫test 一会我们要去把它删除掉的 这里只是去验证一下 我们数据的正确性 看是不是返回了我们所有的 前端开发相关的数据 看我们data里面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请求的数据 在这里我们先看第一条 第一条呢 分类返回的是前端开发 然后继续看第二条呢 我们返回的也是前端开发 第三条也是前端开发 然后我们往后看 我们所有的数据 其实都是前端开发 也就是说我们的聚合操作 是正确的 返回了我们想要的数据 那么我们这里呢 先去指返回前端开发 我们的内幕值呢 先不使用 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数据 回到我们的chrome里面 然后刷新一下项目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数据啊 这里呢 返回了前端开发 同样的后面呢 全部都是前端开发 是不是我们就把前端开发的数据 筛想出来了 筛想出来之后 我们再把我们的内幕值 给它复原 我们就去动态筛选 event里面 传入什么进来 我们就去筛选什么内容 然后我们在 右键上传部署 我们上传完成之后 再回到我们的项目里 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一面 进空控制台 然后可以看到后端开发呢 返回了所有的后端开发 然后我们去切换一个前端开发 那可以看到呢 前端开发所有的数据就返回到对应的前端开发里面了 我们去点击人工智能 我们的人工智能呢 也就返回了一个对应的数据 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没有 当我们去点击职场生活 我们的数据会闪一下 先是之前的数据 然后突然一下就变成了我们的新数据 这是因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们在List的VoE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List呢 每次会给它付一个新值 付新值之前呢 它是一个旧的值啊 旧的值 会马上去通过云函数返回的数据呢 给我们把它刷新成一个新值 所以说我们还能看到之前的值 那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 处理这个问题也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在Data里面 去声明一个新的 叫ListCatch Data 等于一个对象 我们去对数据 给它做一个缓存 缓存呢 我们在这里 GatList里面 我们就不需要 Z4List复制了 然后我们直接Z4.2 我们去把我们每一项的内容 就是我们Sweeper里面 每一个内容 我们去给它复制成 对应的缓存 对象里面 我们通过什么去缓存呢 通过我们的一个Creat 就是当前我们点击的下标 去对我们的数据进行缓存 那么Creat怎么获取呢 可以在这里直接Creat过来 直接把它传进来 但是这里我们就需要去改写一下 就不能这样去搞了 我们需要在这里呢 把我们的Name 去给它复制到这里 同时呢 我们的GatList里面 我们去给它传一个Creat 这样的话 我们Creat就会传进来 然后呢 我们把Creat复制到这里 它的第几项呢 第Creat项 等于Data 保存一下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数据 对不对 这里呢 告诉我们Name是Undefined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Creat里面 我们传入来了一个后端开发 在我们的这里呢 是拿不到的 所以Name呢 就给我们报错了 这里不应该传我们的Name 要传一个0 表示我们的第一项目 回到我们的页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内幕值还上的地方 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呢 去给GatList 在Creat里面去执行了 然后我们给GatList 传了一个0 0在我们的table里面 第0项去取内幕值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啊 去把C4.table 我们去给它取出来 看一下C4.table 是什么内容 我们保存一下 你会发现啊 我们的table 它是一个 Lens是0的一个空数组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Creat里面 我们的table呢 是从外面传进来的 而在我们的Index里面 传入的时候 它是一个table list 看一下给它复值的时候 同样它要去请求 我们的云安数 去获取内容 也就是说我们的list组件 第一次去渲染的时候 table值可能还没有去拿到 我们这里写一下啊 table 还没有复值 所以你去给它传一个0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获取C4.table 它是空数组的 这里肯定是报错的嘛 对吧 那么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情况呢 我们需要去监听一下 我们table值的变化 不就可以了吗 它发生变化 我们再去对它进行操作嘛 那么我们在这里写个watch watch呢 之前的课 已经说过它的一个用法 我们直接把table去写到这里 我们给它一个new value 同时呢 我们写一个条件 就是new value their length 等等与0的时候呢 我们去retend一下 我们不去对它进行操作 避免我们的get list的报错 我们把它呢 复制一下 在这里给它注释掉 我们在这里去执行 只有当我们的table的length 不是0的时候 我们才会去执行get list 那么我们传入什么呢 我们把this.active index active index 是不是表示当前我们的是第几项 对吧 所以我们只需要知道 当前是第几项 传给我们的get list 同样的可以去实现我们的效果 保存一下 这回再看一下我们的数据对不对 回到我们的页面 我们去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啊 我们的请求数据 其实是成功的 但是我们的页面里面呢 没有去显示我们的内容 然后我们需要把list catch data呢 我们要去给它复制到页面里面 这里我们不是给它一个list 这里我们就要给它 然后我们去怎么做呢 我们去把index传到里面 index呢 就是当前我们sweep的第几项 然后保存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数据 刷新一下 那可以看到呢 我们数据实际上是请求成功了 但是我们页面呢 并没有去给我们显示内容 那是因为什么呢 由于啊 js的限制 像我们下面这种复制 它是并不会生效的 其实我们最终宣传出来的是 这种数据结构 这种数据结构呢 我们简单来看过一下 就是我们需要用这种方式去复制的时候 它是并不会触发 voe的一个渲染更新的 因为我们的数据是一个引用类型嘛 所以你更改之后 它不认为你去发生变化了 所以并不会发生一个渲染 那么我们怎么去处理这种问题呢 我们回到复制的这里 我们使用一个this.dollar set dollar set是做什么用的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呢 通知页面 我们的数据或者对象 有发生了变化 然后你去帮我去刷新一下 那么怎么用呢 首先它期待三个值 第一个值呢 就是我们要去改变的一个数据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需要知道它修改的是第几项 它的k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我们实际要去修改的内容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上面呢 我们给它注视掉 回到我们的项目里 我们刷新一下页面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数据发生了变化 现在我们再去切换页面的话 你可以注意到 我们的第二项它是空的 只有我们刷新过来之后 它才会去显示我们的数据 对吧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页面的时候呢 看到我们的数据 还是之前的内容 我们再切换一下 然后我们往后切 可以看到我们只有切换到哪个项的话 它才会去刷新对应的数据 这就可以说是我们数据的一个蓝加载 只有我们需要哪部分的数据的时候 才去给它加载一个对应的数据 我们把它存到不同的对象里面 然后呢 根据我们的一个需要 再去渲染我们对应的数据 就可以了